今天下午 于正在微博发文再次对于演艺圈中的现象表态 他表示 以后但凡参演自己的电视剧拍摄的主演必须无条件参加剧本唯独 身为演员 在娱乐圈寒冬的今天若还不尊重表演 就可以直接等着被淘汰了 由于网友们都在评论中猜测是哪位大牌明星触到了于正老师的逆龄 于正随后重新编辑了微博 称并没有特别指谁 只是在此声明表态一下 但是最后还提了一句马上我这里要开始唯独了 相信看了我的表态就没有人不来了 则则 莫非之前还是有演员提出申请不参与剧本唯独 网友们看到于正老师的发文后 也纷纷表示这话没毛病 作为演员 秉承着对于表演与剧本的尊重 就应该认真参与剧本唯独 一起讨论剧本 解读人物 于正此前就多次发文为演员证明 他曾表示演员之难 难于上青天 还称演员是个高为高显的工作 是以性命来博取民众欢乐的行业 还表示自己选择演员的标准非常高 现在站在C位上的人们也都是拼上来的 而对于一直引发网友争议的演员高收入问题 他也曾进行过表态 于正表示 大部分演员并不存在高收入现象 所谓高收入的是明星 然而没有高消费 高收入便毫无价值 但对于演员 明星们而言 他们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也由于工作性质无法去自主消费 同时 高收入并不是一个人的 而是整个几十 上百人的团队的 于正海表示 演员容易当 替身满天下不过是小部分人的行为 大多数演员都说在以命相搏进行表演创作的 他还在文中列举了自己的剧中几位主演的敬业行为 称希望网友们不要把对于巨星的嫉妒 仇富等心理嫁接到演员这一行业 在评论中 于正也跟网友们探讨了艺人的收入与消费问题 还提到一些业务水平不够高 轻轻松松赚取天价出场费的艺人 很快就会被淘汰掉 知名编剧于正今年凭借演喜攻略翻红 于正向来以能捧人和嘴巴大是非多著称 前几天 于正炮轰入围金马奖的邱泽 网友纷纷戏言他是死丫头 于正一直不喜欢网友 用叫女性化的词称呼他 以往大家叫他鱼妈 他就不高兴 现在叫他死丫头 于正更不能忍 于是于正发文 称感恩一切喜欢我的喜 忍受我的人 爱你们 还有不要叫我死丫头 我还要搞对象 本以为网友会放弃这一昵称 没想到大家的回复更气人 估计于正在家里气到哭笑不得吧 知道了 死丫头 死丫头 浩兰传啥时候不 看来经过于正的普及 大家都知道死丫头这个词了 以后恐怕一直都摆脱不掉了 其实 我也想问 于正你个死丫头怎么还不放浩兰传出来 于正代孕生下儿子 自暴有心理洁癖 一般女人看不上网友 顶你于正是最年轻的导演和编剧 但是于正这个人争议有很多 曾经抄袭琼瑶的剧本被琼瑶起诉 琼瑶阿姨要求赔偿2000万元 然后就是力捧原姗姗 让她成为第二个范冰冰 结果呢 两人闹掰 虽然于正犯过这些错误 但是最近热播的《沿袭攻略》也是于正编制的 不得不说这部剧又创暑假新高 于正也折着时时让剧中的一大批 关注重火了一把 于正今年已经40岁了 但是仍然是单身 是不是有些不相信 但是却也是事实 于正曾经自爆说自己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至今单身是因为专心忙于事业 实在没有过多的私人时间 其实于正特别有才华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本来也是做演员的料 但是于正可能外貌形体长得不是很惊艳 所以放弃演员来做编剧 不得不说 于正做编剧还是很成功的 于正身上有一种女性气质 很多网友称于正为于妈 也正是因为于正热衷拍宫廷剧 所以这个绰号真的是很难改掉 于正从2008年开始一直做编剧至今 可以说是捧红很多明星 但是于正的争议不断 很多明星合作过一次就不再合作第二次 于是于正就会在微博上暗讽那些人 曾经袁珊珊可是跟于正关系最好 但是最后两人还是没能逃过闹掰 于正曾说宫廷剧主角之选员珊珊 最后呢 还不是人走茶凉 于正在接受人物杂志 专访的时候说自己有做父亲的愿望 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单身 因为忙于工作 随意弹琴说爱的时间非常少 同时觉着自己特别孤独 而且愧对于自己的60岁的母亲 至今没让母亲抱上孙子 她自曝自己之所以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结婚生子 是因为心理洁癖 她说一般人看不上 要求很高 更不愿意为了